在台上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衛 親自頒發議長獎給名傳國中的應屆畢業學生 恭喜他們修業完成 也祝福大家圓滿邁入下一個學習階段 而到台下童子衛也沒有閒著 畢業生和家長也拿著畢業紀念冊 請議長簽名留念合影拍照 又到了離歌高唱的畢業季 畢業紀念冊就成了許多畢業生的最美回憶 不少畢業生透過家長 希望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衛 可以在他們的畢業紀念冊上簽名留念 童子衛表示能夠為畢業生簽名是他的榮幸 也非常開心 不管是個人請他簽名或是全班畢業冊 一起拿給他簽 他都會逐一親筆簽名 並且祝福畢業生們夢想起飛 如果有機會我會盡量到我們基隆市的每一間學校 來勉勵同學然後祝福大家 其實在每一個階段的學習都只是一個過程 那相信大家只要有所努力都會持續地進步 那如果有同學要我幫忙簽名畢業紀念冊 其實是我的榮幸 那也很高興認識大家 其實譬如說我們現在所在的名傳國中 因為我常常來所以大部分的畢業生其實都跟我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所以很謝謝他們這幾年陪伴我成長 我也陪伴他們成長 那很希望我們大家共同為基隆的未來努力 那他們也都是我們基隆市未來最美好的風景跟最重要的力量 我不會是個人拿給你簽 或是整個班級拿給你簽 一定都會接受 一定一定 我如果有這個機會有這個榮幸 我們當然會一本一本地把大家的這個畢業紀念冊簽完 那我也不會只有簽名而已 我一定會寫給大家一句話 回到市議會議長辦公室 議長佟子瑋馬不停蹄繼續親自簽名畢業紀念冊 佟子瑋強調不管是現場索取簽名紀念 或是現場剛好沒有機會遇到他本人 而將畢業紀念冊送到議長室 他都非常歡迎 不管再忙他都會一一親自簽名 為每位畢業生送上最誠摯的祝福 對他來說這也是畢業季時最溫馨開心的選民服務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